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数二篇第十六章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义,可以无大过疑 夫子说,加我数年,天加我几年岁数,五十以学义 我得过五十岁,能试得天命,好好在学习义经 可以无大过疑,如此一来,便可以不再有什么太大的过错了 这一章,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义,可以无大过疑 这有不同的版本,这个加我数年,这个加字,有的改成 加我数年,五十这两个字连接着写在一块,就变成一个足字 因为如果用撰文来写的话,那五十这两个字写紧一点 这变成一个字,很像竹,冰竹这个竹字 这样就变成,加我数年,足以学义,可以无大过疑 这个意思也可以通的 总而言之,就讲夫子学义 夫子学义,应该是年轻就开始了 不过,这里特别标举出五十以学义,或者足以学义 意思强调,要学习义经是长远的一个生命历程 那努力的,要把义经学好就是了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义,因为五十而知天命 五十以学义可以无大过疑 我大概采取这个版本 夫子谈论自己生命的历程 有说,五十又无而知于学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 七十从心所欲,不予举 五十,知天命之年 亦天人性命之书 五十,五十以学义 有很深深的含义 人的生命历程 它是有一种,我们讲的,它不可逆的 但也在这个不可逆的生长中 慢慢地往高明处 往深存处,深澳处 来往前迈进 夫子学习易经 尾边三维,其所来自 应该是在青年 他已经学习易经了 三十书定离乐 赞周易修春秋 这当然完成是在晚年 但是广义的学习应该从年轻 五十又五个字一学就开始了 而到五十以学义 这个学,当然它要学习 再学习,又学习 又反复地再学习 年近五十 夫子导致于天 对天祈祈祷 有一说,夫子在五十岁左右 五十之前曾生了一场大病 所以他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呼喊 对天的一个祈祷 五十以学义加我数年 就能够让我在多活几年 好好地学习易经 那大概我果真就能够 对自己的生命 要进一步的生长 我们可以这样想 青年学义是理解 理解是脑子的事情 到中年学义慢慢能契入 但还没有真正能够 悟透天人 到晚年学义 叫悟透参就天人之计 能达天人何德 所以同样是学义 阶段不同 整个生命的理解 深度也自然就不同 福指之学 可以说生于天人性命之学 天人性命相贯通 天命之为信 率性之为道 修道之为教 天人性命相贯通的 福指之学是下学而上达 是见人而至天 我现在常说的话 是既接地气 又通天道 又入本心 又不乎四体 又通达于八方 内外通透 上下浇灌 能够由里而外 又由外而内 两端而一致 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 两端而一致 下学而上达 上达天道 在秉天道 以观人事 并且进人事 而把天命实现出来 这个总的来讲 是极用贤体 成体 达用 体用 一如之学也 极用熊石利先生的话 这个用就好像 种欧 就是种多的海水 泼浪一样 而 那个体 极用贤体 那个体 就好像大海水 种欧即是大海水 大海水即是种欧 量着 合合为一 所以极用贤体 成体达用 体用一组 这也就是说 对世间的事物 具体的 实存的 有感觉 有觉知 有雾透 从雾一太极 上升到同体一太极 能够进到宇宙造化之源 能参造化之源 人能审心念之机 能观世变之事 易者 易也 简易也 便易也 不易也 易经 是谈 宇宙造化生生不息的一个变化之书 告知你有一个简易之道 有这个简易之道 你才能够真正去掌握 那个变异的现象 而最后本原原是不易而恒常的 恒常跟变通跟全变 正如同一个是体一个是用 而其用贤体成体其用 福指见道之言 无所不在 但 你要深入的去体会他 有的是极世言理 有的是极弃言道 有的是去描述 去惨发 去疏解他内在的体会 有时候通过一个叙事的方式 通过比拟的方式 来说那道体之为何 比如 论语也说 是者如是福不舍昼夜 这将时间的流眼 如浩浩浩浩的流水 是者如是福不舍昼夜 这是生生不喜 抽足入水 已飞前流 但 没关系 这本是如此 刹那生 刹那灭 生灭 灭生 生生不喜 生命不必担心死亡 生命有传承 就得永生了 所以 心未尽 获得先传 而心尽获传焉 如是 事实行焉 百物生焉 天和炎灾 天和炎灾 这都是夫子 对异教体会非常深刻的 一种描述 通过一个叙事 体材的方式来彰显 所以 是从宇宙造化之观 从人之听 人倾听整个宇宙造化的 生习 生习 互动 人 用眼睛 能够如辱而观 天和炎灾 上昌本无言 如是墨运造化 事实行 而百物生 生气洋溢 绿树青山 整个天地日月星辰 此中有争议 欲变以妄言 生命就是如此 如如的自在的生长 所以 我们这一章 仔细的读 读的时候 慢慢的给体会 以经之为何物 大灾前缘万物之实 来统天 至灾昆缘万物之身 来顺承于天 天作为创造性 普遍性的理想性的原则 就其总体根源的创造说 地 就其生长性 具体性 实存性的原则说 而乾坤并贱 银阳 一阴一阳之味道 既之之善 成之之性 这有一种 大化流行 生生不喜的力量 人参善之 参欲而助成之 故天行见 君子自强不惜 帝氏坤 君子厚得债务 此中一礼 就此 朗朗而现 好的 我们再读他一遍 子曰 家我数年 五十一学义 可以五大过矣 主我加我所连 五十一学历 可以五大过矣 好的 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 感恩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